6月6日,全市陆续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。 天堂超市酒吧在经营期间,为严格执行测温、扫码、查验核酸阴性证明等防控措施, 为落实控制人流密度等防控要求,导致疫情爆发式扩散传播。 截至今日15时,关联天堂超市酒吧确诊病例已达287例。 目前,对天堂超市酒吧涉及相关负责人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行为,警方已依法刑事立案侦查。 对其涉嫌行政违法行为、市文旅、卫健、商务、市场监管、公安、文化执法等部门已联合开展调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